所以地藏生命功律第二 法緣就是要有你的目標 法緣其實是一切菩薩乃至一切佛弟子一定要做的事 你貴意的時候發個緣 記不記得? 哪四個緣? 眾生無邊世緣道 煩惱無盡世緣斷 法門無良世緣行 佛道無上世緣成 為何要眾生無邊世緣斷 因為眾生苦 所以你要世緣道 煩惱無盡世緣斷 為何要斷? 因為你知道煩惱從何? 貪真痴 在四聖體中 由眾生無邊世緣道 這是苦 煩惱無盡世緣斷 這是習 因為貪真痴集下一切的苦 法門無良世緣行 苦習滅道 如何滅除貪真痴煩惱的方法 最後得到甚麼? 佛道無上世緣成 這是苦習滅道的道 所以整個四無良心 就是四聖體裏面 一個背後一個很大的伸延 記住 你記住四無良心 你會更加深刻 原來就是 四弘世緣就是苦習滅道 所以十方心態諸佛 不會有一個不從願力而成 諸佛國土的救政 也無一不從願力而成 可能你說 為什麼釋迦佛願意來到這個梳婆世界 這個梳婆世界是五族 這個梳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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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下就成為靜兔 因為心靜即國土靜 釋迦佛心靜的時候 你去到哪裏都是心靜 所以因為我們體念無常之道府 希望改變 而覺得佛婆所說的東西 是對你們的 所以你開始學佛 直至到你完全解脫痛苦 願意令你成佛 由那一刻你就需要發言 即是說你要有自己的目標 你卻佛沒有目標 根本就像條魚一樣 游來游去盲中中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我們每一個中學生 現在都在學的世間生涯構畫 就是各知承諾 他知道自己的興趣是什麼 或者他想做什麼 就是我的自願 想做什麼 開始自己探索 同意探索工作的世界 決策求職行動 再評估 整個人生都要有這個所謂目標 我們才知道自己怎麼走 好了 在這幅門裡面的生涯構畫怎麼樣 你要各知反省就是 我現在苦 我為什麼會苦 我為什麼會病 為什麼遇到生意 會有這樣的煩惱 被人拖掃 為什麼被人拖掃 很簡單 過去身拖人掃 否則今生不會面對這樣的痛苦 見到這樣的時候 甘願接受並且反省 在佛前裏求懺悔 在心靈上先懺悔 過去拖個人數 跟對方說聲對不起 希望和大家的冤結 早日解除 盡快還錢給你 好了 因為各知要反省 所以 學佛文法 你聽到佛陀所講的教導 即是你看到教科書 知道自己 現在所緊的處境 跟三世因果有關 你覺得很適合你做 很適合你學的時候 開始發覺 我要跟隨佛陀的步伐 所以開始發願 並且初定目標 由你歸醫那一刻 你就注定你是以佛陀作為你的目標 當你踏入佛門之後 希望你能夠實踐、解行、並重 怎樣解除探陣次 怎樣能夠眾生無邊勢遠度 起碼要有四釋法 你要慈悲、惡語、同時有一個同理心 甚至乎和他一起做同一件事 讓他大家都感受到大家的痛苦 好了 開始發菩提願再次決定 並且終極理想點 大家知不知道菩提心是什麽 菩提心是提子 佛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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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日凡文 是指覺悟的意思 其實我們在佛門裏 一個發菩提心就是 希望你有你的目標和你的承諾 所以為何在寺院裏 每一天、每一晚、每一早早 都要敲108下的眾生 你們聽過沒有? 沒理由沒聽過 之前才有直播 池山寺的108宗 沒有人沒聽過 為何我們每一天都要 由這個神蹤武股 要敲108下? 為何? 因為我們眾生有108宗煩惱 記住 當人家說108宗煩惱 有時候你可以沾沾自喜 我怎能告訴你 有108宗煩惱 因為眼、耳、鼻、聞到的 舌頭、吃到的 身裏感受到的 以想到的 有苦、樂、舍 即是不苦、不樂、三種的感受 6乘以3 18種 18種煩惱 好了 六根裏面也有 好、互、平 你喜歡的、不喜歡的 有主於喜歡、樂、不喜歡之間 36是18 亦都是18 18 18加18是多少? 36 好了 再成為過去、現在、未來 36乘3 108種煩惱 明白了嗎? 所以其實我們108下宗的時候 當中其實每一個構中計裏面 是為世間苦難和福樂去祈求 留意 五風十雨 免租基緊之年 南謀東郊驅佔搖順之日 如果 因為有風不調、雨不順的時候 我們才要祈求 經歷過 乾歌永息 甲麻丘正 振敗相亡 驅成正國 有沒有見過打仗? 現在還不是打仗? 疫情的仗 搶口罩、搶快七、搶必離痛 不是打仗嗎? 有時仗不是一定要真槍實彈打的 心靈上的打仗更痛苦 非禽走獸、羅網不逢 浪子孤雙、祖環鄉頂 非禽走獸、羅網不逢 大家知道為什麼? 動物被人捕 一天大家做到不殺生的時候 一天都有動物被人捕 只要有一個動物被人捕 代表一個動物的家庭 妻離子散 但是 你用一隻狗 不會跟牠的媽媽 不會跟牠的父母 不會跟牠的小孩 不會跟牠的小孩 只是用一隻狗 意味著牠要跟家庭分離 所以 無邊世界地狗天場 遠近彈牠 增言複唆 其實整個構中計 就是為世界的苦樂一起祈求 所以 學佛的目標就是要有正確的方向 葡萄莉森怎樣? 上求佛道 下化眾生 就是說 我要學習佛陀 這是你的目標 將學習佛陀 所得到的一切知識 實踐的言行 去教一些 你能夠離苦得落的生命 所以 上求佛道 廣道眾生 這個葡萄莉森 記得嗎? 犯法 因為葡萄莉森很重要 如果沒有葡萄莉森 我們遇到種種困難 你必定退心 因為我們知道成佛不容易 所以我們必定要面對種種的困難 否則我不會等19年才能出家 如果沒有葡萄莉森支撐著的時候 一年出不了家 已經回頭了 因為我一定要做得到 你要懂得住面 所以 因為有上求佛道下化眾 你最後必定要成佛 這個成為我們學佛人的目標 可以說成佛很難 如果成佛難的時候 這個世界很多事情都是很難的 但一定會做得到 所以轉污染而為清淨 化腐朽為神奇 只有地才能做得到 即是地藏菩薩的滋潤、普攝、培養和回饋 這就是轉污染而為清淨 所以地獄未空、世不成佛 眾生到盡方正菩提 這是地藏菩薩的總緣 好 尋找學佛的正確目標 了解地藏菩石原力 人人才了解心中的地藏 如果當初我一開始學佛 我自己不能夠認識地藏菩薩 我今天不會 由我學佛到現在 收地藏法門 收了二十幾年 如果沒有一定感受 今天我講不到地藏法門的怨力給大家聽 所以如果講地藏菩薩的怨力的時候 我用這個回向解 令到大家能夠容易明白 請大家讀一次 恭喜大家 大家已經發菩提心 給點掌聲自己 大家有沒有覺得 好像來到黑店一樣 讀過的也有些東西 讀過地藏菩薩的舉手 地藏菩薩發了幾多個怨 地藏菩薩的怨力 讀一次 這是一個總的怨力 但如果我們重回事要解 去豁納的時候 願意我今天發怨功德 去莊嚴佛淨土 莊嚴佛淨土 即是說 我希望能夠讓我的一些能力 去整領佛菩薩的淨土 你怎樣整領佛菩薩呢? 上部四重恩 地藏菩薩 地藏菩薩 地藏菩薩裡面 一共上品一共有幾個品 即是他發了四次元 發了四次不同的大怨 而四次不同的大怨 都是下祭三屠虎 為了地獄餓鬼畜生而發 好了 看看 第一個元 大長者 他因為見到佛的相好莊嚴 問獅子奉順舉足萬喻來 為何你這麼莊嚴 獅子奉順舉足萬喻來 就說 我為了盜脫無量劫 受苦的眾生 所以收了三十二上號 所以見到 因為大長者 覺得三十二上號 非常莊嚴 他希望報伐因 所以他發願盜盡無量劫 一切受苦眾生 這是報伐因 四重因是哪四重 佛因 父母因 國土因 眾生因 國土因 大家誤會不是一些政治 是說我們所處的一個鄉土 所處的地方 這是報伐因 相求佛道 第二 婆羅門女 因為要盜脫她父母 所以發願盜盡一切受苦眾生 這是報什麼人 父母人 好了 小國王 兩個國王同時 覺得他們的人民 做了很多不應該做的事 受了無量的苦 所以大家都要發願 一個發願就是先成佛 道眾生 一個發願就是 先道眾生 後成佛 他們分別是報國土的因 和眾生的因 希望他們的人民 能夠離苦得樂 希望他們的國土能夠國泰民安 因為眾生不安定 國土一定不安寧 所以一會兒我會講到 人我會講到 為何現在會不安寧 和我們人有關係 好了 但國母女亦如是 因為二部父母人 所以 她要盜盡地獄 惡鬼 畜生三惡度的眾生 她自己方成佛陀 所以 上部四重因 下制三屠夫 正正就是 整個地藏菩薩本源經的 常卷四品裡面 所涵蓋到的四因 佛恩 父母恩 國土恩 眾生恩 所以你們記住 地藏菩薩分別在不同的時候 都對著不同的眾生 為著不同眾生發願 有向佛菩薩發願 有為著國土人民發願 有為著自己父母而發願 這個是一個秘笈 因為你只要記住 地藏菩薩的孝 不單是孝養父母 是法界一切眾生 如果你有孝心的時候 很多事情你都不敢做 不想做 乃至到以後不會做 所以 在凡網菩薩經裡面 第一句就是 以孝為界 就是說 若有見聞者 釋法菩提心 就是 如果 我們不能夠 為是 罪苦六道眾生 如何離婦得樂 我們一定要有慈悲 如果我們自己 做不到一個行詞 給大家看的時候 人家根本就不會相信 地藏菩薩 只會覺得你們是 佛口蛇心 所以若有見聞者 釋法菩提心 你今天走出來 見到你 一言一行一舉動 人家都覺得安書 你值得信任的時候 就對佛法有信心 所以我們出家人 去監獄宏法 去醫院宏法 我們不需要訓練的 他理論上 我們穿著這件衣服 戴著頭 就是一個身份的象徵 理論上 你能夠體諒眾生 你理論上 能夠保守眾生 跟你講過的一切的秘密 這是我們的職業道德 所以如果我們做不到 給別人看的時候 氣質給不到給別人看的時候 就不能夠 若有見聞者 釋法菩提心 所以我們度眾生的時候 都要看能不能夠讓眾生 一見到我們 立即能夠離乎得落 或者有一個我想學習的目標 好了 盡此一步生 同生極樂國際 眾生道盡 方正蒲堤 地藏經 是一個誠佛之經 令到大家畢竟誠佛 所以剛才講過 已跌了募殺 沒有貪親癡的功德 去滅除我們 充滿貪親癡的惡業 所以這範文經裡 孝順父母私增三寶 孝順自道之法 孝明榮家 亦明祭子 供養三寶 源於大校 父母能夠離開地獄輪迴痛苦 成就大家無漏的功德 所以我們發心很重要 如果我們沒有菩提心的話 我們做每一件事都是根根計較 有貪有親有錢 我今天共齋 為何沒有讀我的名字? 我今天共齋 為何沒有飯吃? 其實我問一下 為何共齋要有飯吃? 共齋是共誰的? 對,共爭而已 香港人看全佛教很有趣 共齋要有飯吃 其實我問一下 是否沒有飯吃就不共爭? 究竟你共齋這件事 你為了共爭就是為了吃飯 所以我們早期常住很有趣 只不過是為了讓大家坐下的時候 那些秩序有一個叫齋券的制度 那些人來到的時候很有趣 第一件事做甚麼? 你們去到智院 第一件事做甚麼? 不是禮拜,是霸位 霸完位了 他們說我去拿一張糧票 他們說拿了糧票 我奇怪 為何拿了糧票? 沒有飯票 是沒有飯票,不能吃飯 但是那裡不是糧票 因為你上了香油 做了功德 我只不過有一個跌比的一張債券 去到智院吃飯 大家千萬不要怨好吃不好吃 你共爭 你在吃的東西,外界人都在吃的 你是維持生命的 維持生命,下午繼續發會 所以我們老婆是很有趣的 為甚麼佛教不可以像基督教那樣 法源教會自己搞定 寺院不用給他吃的麻煩 這就是我們中國人的客氣 為甚麼? 希望大家多吃一頓素 好吃還是不好吃 起碼你已經有個不殺生的功德 所以說地藏十良經理兵國 我地藏無殺,今學世尊,釋迦佛 發如是誓願,當於此救土,得無上菩提 怎樣才得到無上菩提? 知道嗎? 你能夠廣道無量眾生,就能夠得到無上菩提 所以你看到佛菩薩 量意垂堅,無見頂上有欲計 不是他突然間超人變身,有這些相出現 因為他過去生在生活上 收過一些功德,令到他有這些相好 怎樣令到自己的皮膚又白又滑 在三十以上裏面又說水過不流行的 怎樣?因為在過去生裏面 他們盡心盡力奉事父母、師長 乃至到一切眾生,無條件幫他們洗腳洗擦身體 所以證到皮膚白滑上 當我們沒有了這麼高我慢自己自高自大心的時候 你有一個欲計,有一個無見頂上 所以我們能夠有慈悲心的時候 我們就證到這個兩意誰見上 所以其實這些相貌和我們的德行是息息相關 所以說化願就是找到生命的方向 什麼願呢?是否我今天要運到一百萬 如果佛陀給我一百萬,我金珠還神 很流行的,我見人在黃大仙聽到 我金珠還神,這個不是願,這個是許願 你發現每一個念頭都是覺得 我自己能夠吸到眾生有什麼利益 這個就是為眾生的願 所以生命找到的方向就是現實生活好好的生活 如果遇到地藏無殺就是最好的方向 這個我當然是賣花賺香 因為他真的是我爸爸 在我的生命裡面如果沒有地藏無殺 我生命很多時候是支持不了 所以法源就等於你在佛法的法界行裡面開戶口 所以我們一開始為何還要開經濟 開經濟就是在發原 佛陀的無上甚深的微妙的一切的教導 在八千萬劫在讚嘆中 我都很難都遇見到 我現在見到了,聽到了,受詞到了 我願意去願意理解如來真實意 因為眾開經濟就是在加持著大家 在這個講座裡面能夠入心入肺地 聽著這些佛法 就算聽不到的,採道的,都能夠產生無良功德 所以剛剛在這個畫展裡面有一個居士 因為可能他之前的家人有事 家人有事的時候 他就可能是中地藏經 或者是修持地藏法門的時候 見到有佛菩薩接引他的家人 他又將他畫出來 我就剛剛那天見到他問 你有沒有法源? 他是什麼法源? 你希望願意將這些畫地藏菩薩 畫佛畫的功德 全數為好似當你弟弟遇到的情況 乃至到法界眾生同樣受苦 都能夠離婦得落 你以後所畫的一切佛畫 都能夠產生無量的功德 所以為什麼一開始 眾敬拜佛一定要發源 就是你做的過程裡面 已經確保你正在入錢入戶口 所以當你收幅回向的時候 就是投資入錢 這個投資入錢不是買樓 然後西方極樂世界一朵一朵蓮花 正在開給你 好老實說 極樂世界很現實 一見到你有貪神之 那朵蓮花都借了 一見到你朵蓮花開得很燦爛 完全看到你什麼時候賺 什麼時候蝕 不會被經紀騙到 好了 所以凡心 同樣一個凡字 用凡 這個清淨凡行的心 是用清淨心在苦海找得自作的 地藏菩薩卻在燈火蘭山處 地藏菩薩就已經在你身邊 所以在地藏經裡面 第一 學習菩薩 發大誓願 然後在地藏經裡面 知道地獄恩果的真相 我們已經修行 這個就是成佛之一 成佛必不難 一步一步在你現實生活裡面 因為一些進步 明天一些進步 後來一些進步 明年一些進步 後來一些進步 你已經慢慢去成佛之道 在地藏經裡面有五大主題 希望透過修持地藏法門裡面 我們得到鬼神圍護 第二 我們希望至少生天不度 為什麼生天不度都選擇呢 因為有些未學佛的 未學佛的時候 他沒有發願去過諸佛菩薩淨土的時候 他能夠透過地藏無實的加持力 去到天界已經非常之好 好了 聞名滅罪 聽到地藏無實名號 罪業得到消滅 轉女轉病 我們不是歧視女性 但是 成佛那一世 必定是男眾 還有必定是出家 一定是出家男眾才可以成佛 所以去到極樂世界沒有女眾 基本上去到極樂世界 你就已經是一個出家人 因為去到極樂世界 你不會再有輪迴 不會再有 沒有女人 但是你不會再有女人之上 你決定你直至到你成佛為止 所以 轉變你的病 生活上你比較好 如果你在病的時候 病夫婦 你怎麼修行呢 所以轉女轉病 最後令你畢竟成佛